飞机的诞生借给军队带来领空的优势 也提供了不少的便利 除了应用于战斗作战以外 军队也可以利用飞机紧急的运输 投放物资等 这让我们不得不对飞机的发明者肃然起敬 但是除此之外 飞机还能空投其他的东西吗 比如大舰的军用设备可以吗 这个当然是可以的 比如坦克汽车等军用武器等 都是可以直接空投的 只是一般情况下空投的几率很小 毕竟这些武器体积都不小 而且造价也不低 万一损毁了还是很可惜的 而且空投大物件的确是个技术活 不仅仅是难度系数大 危险系数也高 一般来说采用的是简单的降落散尸空投 但也有一些自身带有降落缓冲装置的空投设备 在设备快要落地时 缓冲装置会立即启动 这样就能够有效的减轻万游盈利 给设备带来的损害 从而尽可能的有效保护设备 俄罗斯军队还或人和设备 力气也可以同时空投的 只是难度系数更大罢了 世界也仅此一加 去年美国空降率在空投汉马时发生了意外 虽然降落时打开了汉马的降落伞 汉马车呢还是直直的摔在了地上 成了一堆碎片 这是发生了什么呢 原来是车身和底座分开了 幸运的是这次事故没有人员伤亡 由此可见空投技术还是有点提高 但不仅关系到飞行员的技术问题 还和设备的质量问题有关 当然也不能避免意外情况的发生 这三个中的任一个条件不符合要求 都会导致空投行动的失败 明显戏 明显战 今天人们Thr醒 about 出席注入 职计图